23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俄方已多次要求合作调查 北溪天然气管到爆炸事件 但未得到相关方面的任何回应 拉夫罗夫称 俄方对该事件的调查透明度不抱期待 俄方仍将设法寻求北溪事件的真相 拉夫罗夫指出 俄罗斯要求对北溪爆炸事件进行公正调查 设法寻求真相 为此俄方已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草案 提出由联合国调查北溪爆炸事件 而此举让美国非常紧张 美国试图拉拢一些国家 共同阻止俄方提交的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拉夫罗夫表示 他不排除美方拉到足够票数 阻止草案通过的可能性 但美国这样做将证明他们企图掩盖一些事情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表示 联合国安理会将于本月内 对俄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去年9月26号 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德国等欧洲国家 输送天然气的北溪管道发生爆炸泄漏 各方普遍认为这一事件系续意破坏 数日后 丹麦 瑞典和德国分别开始独立调查 俄方曾多次呼吁共同调查 遭相关国家拒绝 今年2月8号 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时爆料称 北溪管道爆炸是美国军方 在美国总统拜登授意下实施的挪威军队参与其中 美方则坚持否认与北溪管道爆炸有关联 西方政客和主流媒体也对赫时的爆料 集体保持沉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